说话阴阳怪气的人 是什么心理呢 爸爸 这个盒子扔哪 扔我头上 来 别客气 哎呦 哎呦 包得在我头上爆扣 我练习侧上哪了 你给他打个电话 或者上网上查查 找到话告诉他 以后别乱跑 爸 你干啥呢 我健身呢 工作丢了 这房租太贵 过两天得搬家 我不得锻炼一下 爸 你知道吗 你这样的回答 叫语言暴力 哎 看到我手机了吗 你给他打个电话 或者去网上查一查 找到后告诉他 你以后别乱跑 你怎么说话呢 你平时不都这么说吗 我多希望 你是这样的爸爸 爸爸 这个盒子扔哪 哦 先放旁边 像这样其他的垃圾 一会放里边 回头啊 再搞个垃圾分离 环保又节约啊 我连续测上哪了 他肯定在跟你玩捉蜜藏 你先找找看看 找不到的话 老爸会出手 爸 你干啥呢 爸失业了 找工作呢 之前啊 找了后几个月都没有合适的 所以前一阵心情不好 不过现在好了 朋友推荐我上五八同城上找 五八同城工作超多啊 这上面销售 带货主播 文员 这么多月薪八千以上 无险一金的工作 划都划不完 打个电话就搞定了 隔天就能上班 找工作的人这么多 我得赶紧去看看 而且五八上还能租房 特便宜 哎 过两天搬个家 不介意吧 多做两个没关系 你啊 一定要好好学习 将来才能使你选择工作 而不是工作选择你 你一定会努力的 我知道你压力大 我已经要少天麻烦 但是你不能把最差的脾气 留给对你最好的人 好的教育方式 会让我阳光自信 但是你的阴烟怪气 有时候比辱骂更伤人 越珍贵越老